驻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中国国民党罗省分部 在洛杉矶华复举办联合春宴 包括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 龚中诚 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黄金权 国民党美西支部常委马国威等 多位传统桥社及新桥代表 都出席同庆 缅怀国父当年创国艰辛 在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 龚中诚率领下 洛桥中心主任杰许邦 原来自各桥界代表 全体起立高唱中华民国国歌 同时也为刚过世的桥界大佬 赵尚贤表达默哀之意 这次中国国民党罗省分部 在洛杉矶华部举办联合春宴 现场包括中华会馆 传统桥社代表 新桥团体及各地分支部常委 和前任中华会馆主席 都踊跃出席 罗省分部常委张自豪 首先上台表达对党 对国家支持的立场 我们这个在罗省分部 国民党的春宴 大家这么多的 侨胞来一起来进驻 也是对于大家对党的爱戴 对中华民国的爱戴 然后在这里进驻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国民党进步再进步 欢庆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公众陈处长认为大家都该为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感到欣慰 现在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对岸 大陆这边也对这个中华文化 还有对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这个基础 就是恐懵的思想 也开始来遵从 来推行 我们是中华民国政府 非常乐意 非常高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中央评议委员 黄金权对于党持续拔着 青年人给予肯定 前任中华会馆主席 武进群 及国民党美西支部常委 马国威等多位重量级人士 也对国民党的永续发展寄予厚望 期盼当年建立中华民国的清闲先烈精神 在海外永远流传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开放报道 感谢观看